三個中產檔 上兩個星期元朗發生這麼多事 有一個人物我們不可能不提 因為基本上所有事件 未必是一個事件的中心 但他肯定有一個事件的焦點 就是何君堯 其實何君堯我自己覺得 本身已經是非常奇怪 首先他在選舉的時候 其實那個人是沒有那麼瘋狂的 但你已經發覺很離譜 因為我最記得就是 周永勤被勸退事件 當時周永勤都哭了 說不知我不可以亂說話 再說話會有生命危險 但周永勤是什麼人 雖然他是自由黨的候選人 他是鄉事派共識推舉出來的人 我們現在看的什麼官商鄉黑 鄉事派你怎麼都會有些後盾 一個鄉事派共識台出來的人 竟然是會被另外一個人 狂嚇到哭 對呀 更會有生命危險 你想想多離譜 然後到近一兩天 很多人就說 你這個立法會議員 專貴的立法會議員 你可以公然跟那些白衣人 極度疑似黑社會 握了手 你問我 簡單來說就是事發幾如無物 他又夠膽死在這個時候 上電視台 拍攝桌子亂罵人 朱海敵 對呀 然後 他 還要說你不殺一條路 是殺一條路 不殺 好嗎 對呀 要是殺路 要是不殺路 這些給我感覺上是很港產片的感覺 帶回那個80年代的港產片 或90年代的古惑仔的港產片 這些對白你怎會在一個政治人物中聽得出 這個應該是演員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討論的題目 首先第一件事 為何君堯 他是一個律師會的前主席 主席來的? 對呀 他是律師會前主席 現在你會發覺他的人 是完全跟他原本的名字不相似 第二件事當然是我們可以探討的地方 究竟為何今時今日 他去到一個 你問我 一個這麼危急傳謀的階段 為何他越戰越勇 他的心理狀態是怎樣的? 我首先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人才 就是做了錯事 老實說 一個這麼勇武的人 而是一個律師會主席 這麼好的CV的人 能夠這麼勇 實際上是很難得的 即使他做錯事 即是那個勇將 可能令到你雞毛鴨血很嚴重 但毫無疑問 這個人 他是一個人才 即是為何中聯辦也好 總之有一些勢力也好 他會捧到他去做這個立法會議員 就是因為覺得這些所謂民武相傳 即是如果我們在一個比喻政變 是萬中無一 全香港都找到一個這樣 沒錯 即是他真的 至少他的這樣的CV 也是好 你都認識很多紅色大狀 但沒有一個紅色大狀可以做到他這樣 夠膽就像他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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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是做不到 即是 我不容許大狀說過 那些法律應該比他更好 但問題出來 你這麼勇的人 是很少 你只不過那件事 你要有一個勇將 只不過你用在那個地方 是用錯了 即是如果你說他做那些事 為什麼那些人 他整個報局是錯了 即是你所托非人 即是他做的事做得 他做錯了些事 行政做得不好 這些行政工作 他應該是早已預料到會有這樣的狀況 因為 這些黑社會是 你叫人做事 磅水給人做事的話 你的信息做不足 而且那些人的訓練不足 你必然會有這樣的效果 Execution 必然會有這樣的效果 那個很自然會發生 但問題 至少在他做到一些事 是否做不到 即是我們每一個人 如果想做老闆的話 都起碼有一個手下 CV 又漂亮又勇武 即是這個是 你想一下又是 你想一下 你找一個惡的 通常都是沒有腦的 但你為了一個 又有受過高等教育 出來又肯砌肯砌 其實是很難 他只是欠一件事 他欠的就是一個烈士精神 即是如果他能這樣 他現在都不會不夠烈士嗎 你還覺得 欺濕了自己之外 他比起 他比起 我覺得整個建制派就是欠缺烈士 即是現在沒有人肯做烈士 即是至少你反對者 是很多人願意做烈士的 如果建制派的烈士太少 即是證明你的氣勢 這個都是那個流動性的問題 你實在是太多既得利益者 坐在高高在上的位置 立法會也好 甚麼組織的委員會主席也好 甚麼互助委員會也好 結果我下面想拚命的人 其實我就算減拚命也沒有用 因為你上面那些人就是霸著的位置 這是甚麼貴族死角 貴族死角的意思 即是你作為一個貴族 作為一個建制派 作為一個建制的利益者 貴族沒有什麼事做 日日在吃喝玩樂 但當國家有難的時候 例如威廉王子或哈里王子 你都一定要去為國犧牲 現在你們有沒有人敢想出來為國犧牲 我覺得應該他們走出來 那些人 你問我真的很生氣 如果我是建制派 如果我敢組織 你推些甚麼年輕人上去 鄭永迅、陳凱欣、容凱欣 你現在就是覺得 總之你是斯文 你有學歷 得得體體的 那你就可以上去 我肯為共產黨犧牲的 我肯拼命 沒有用 沒有派是被邊緣化的 建制派 無論是泛民和建制派 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建制派 雖然很多人說不是 但我都是在想 為甚麼我們沒有戰狼三百 何不如那些叫戰狼三百 他可能就是 你只要 我覺得有一兩百個人 衝進黑衣人 給那些黑衣人 給幾千黑衣人 任凱 哇 勇武 這些就叫勇武 但你不敢 你又走 你的白衣人 走過衝進去 給那些黑衣人 任凱 我們一路凱 一路叫 不愧是 叫些嘔吼 你一路叫 你有犧牲精神 你才可以 我又說回何君如本身 現在很多坊間評論 就是 這個何君如已經瘋了 但其實不是 我自己覺得 沒可能是瘋狂會做成這樣 我覺得他的EQ很高 因為你很大壓力 你想想 今時今日 他現在面對甚麼壓力 他幫你某方面的勢力 做了一些事 結果出了事 然後 不知為何 錢銀又出了問題 然後 你又被人家 連個墳墓都搞了 然後另外一邊的人 就圍著星土你 又說要去國際制裁你 甚至乎在街上 他可能都指著你來罵 你面對這麼多壓力 通常一個正常是怎樣 即是你國際制裁 一定是好像林鄭 這樣就比較正常 你躲起來不出聲 還要每天晚上拍片 還要拍桌子 發瘋地罵人 這些我覺得 不是一個精神崩潰的人 會做得出的 正如剛才Kevin說 一個EQ很高的人 你只要EQ那麼高的人 你才會覺得 好 你來搞我 你越搞我就越高興 其實是有少許梁振英的精神 我以為梁振英沒有他那麼用 梁振英當年的時候 我都說了他做完特首之後 為何在他做特首的時間的時候 他後幾年的時候什麼都沒有做過 證明他是真是無國賓 梁振英可以在這裏說他是聰明一點 但也可以說他是沒有那麼用 沒有那麼忠心 沒有什麼 何不如梁振英 你叫我崇祥是一個老闆 他到了今天都還有戰鬥 雖然不是他搞我了這件事 你這樣說 你搞我了這件事 我想除非他是他自己一個的決定 他就搞我了這件事 如果他不是自己一個的決定的話 就是集體負責 就是集體負責 那件事其實出現在一個問題 就是第一 你人數不夠多 第二 你找些人不夠精明 即是你找那些人 你本身你必然會有這個後果 你找那些人不是精兵來的 你找那些人自然 你跟他講話 你跟他說那些必定 他最多名三成 或者名兩成 那你肯定 我也明白 你找遺頭佬 說開會 現在你們要注意些什麼 那些人都在賭酒 就是收拾時的那些人 是的 沒有人聽過那些人 你小心點 你記住 千萬不要點點點 沒有人來 昨天這麼說 昨天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說過 有問題 他說他們有誓師出發過 有什麼 我說你看 他們那些就是誓師出發 你看我們看電影 也看警隊出來之前 出發之前不是誓師 不是 是B-Fing 你要弄個PowerPoint出來 大家坐在Armchair 你們有什麼要留意 你這樣的運動 行動 是要有精密的指示 他們就是吃飯 他們就是吃飯 然後你很開心 那你就死定了 這也是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必定會有這樣的後果 因為你給他的棋 就是一些爛棋 所以就幫你捉盤爛棋 但是他應該 如果聰明 如果做慣的話 都應該知道這件事 但是如果何君堯自己想整件事出來的話 那何君堯當然要負責大責任 但是何君堯都只不過是被人推出來 你叫你做這件事 那他都被迫做的 他做到這樣 還想怎樣 即是那個人 那個人 假如他死戰了 就算他無論犯了什麼錯誤 他死戰了 就戰死了 或者戰到重傷了 根部所問 就當你說的假設是對的 即是不能怪他的人 那你覺得他那個人才 我不是怪他 可以怪他 我們沒說過 不過他就真的是人才 那這又怎樣 再可以怎樣呢 他會不會選不到 犧牲了 犧牲自己 是犧牲了自己 犧牲了自己 自我犧牲了 這樣才證明你是為那個人 老實說 如果我是爺爺 我不知道爺爺會怎樣做 對於這樣犧牲的人 他受完 一定掩蓋國旗的 沒錯 其實以前中國是這樣的 中共成功的一個缺少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通常我們那些 警察死了 不是有些負擬金 固然搞得很慘 但是也有負擬金 但是中共不是這樣的 中共是 他死了之後你是加倍 就是說他死了好過不好 就是你死了絕對好過不死的 就是那個 責任是大過烈士的責任 就是說我想就算美國也不會做到軍事之後 就進入哈佛 但是他們那些很容易烈士 就很容易進入重點學校 或者什麼東西 而且錢也比較多 所以如果是什麼的話 就加倍給這些人 是 這些問題就太過敏感了 我們有沒有涉及什麼法律風險 我們說的話 我們說的話 當然有涉及法律風險 但是我想學的藥律師也不會 老實說 不是,你們不停地去吹捧和讚賞他 其實我猜不到 我讚賞他的 我猜不到你也對於他是 我沒有令眼相看 我也是客觀評論這件事 因為我只是學術的角度分析 所以應該這一群是沒事的 好,下次再講其他話題